中文字幕志愿者 足球对普通人来说是一项运动 对球迷来说是一种信仰 对球员来说是他的命 对国家来说 甚至是一场没有风火的战争 巴西五次世界杯冠军 也是唯一成功晋升 历价所有世界杯决赛州的球队 胡乃龟在巴西和亚根廷之间 面积大约是巴西四十八分之一 但足球实力一点也不弱 不止是1930年首届世界杯主办国 更加拿过两次世界杯冠军 在亚根廷有一个说法 你可以改变宗教信仰 你可以再分 但你永远不可以改变支持的球队 在这个足球强国 英雄会在球场上出现 由南美球提到欧洲球 由热热的地方提到冰冰的地方 欧洲的球员会不会比较酷? 各位球星, 我来了 意大利火过四次世界杯 是巴西以外最成功的国家队 上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 今届必须要在下一城栽瘡神话 英格兰拿过一次世界杯冠军 四十多年前了 是呀, 等到香港人颈刀牆了 走过足球胜地 一次过感受南美欧洲足球 巴西, 胡乃贵, 亚根廷, 意大利, 西班牙, 英格兰 一起启动 走过足球胜地 你准备好了吗? 和这些比赛在右边